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加勒地区的呆呆王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那昨天呆呆兽的社群日不知道大家都抓得如何啊 那当你在台中天气都是加持的情况下没办法去捕捉公敌提防告的 稍微骑着摩托车捕捉到了3-100%的呆呆兽 但很可惜 并没有色尾 那之后我们到一中街吃完美食也到台中公园走走 发现到有玩家正在发送黏土的呆呆兽 算是蛮可爱的 我们也拍照纪念了一下 也算是圆满的结束这一次3月份社群日的一个活动啊 而今天的影片当然的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获得社群日只要是冲浪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今天拿出来的是加热地区的呆呆王 我们就来看看获得社群日招式冲浪之后 在实力上能够提升多少吧 好那今天由秋雨猫猫玩家来提供对战影片 使用的阵容的话是我们昨天有看到的加热地区的烈焰马 以及带着沙娇单点沙埃非常高的沙奈朵 那最终就是我们加热地区的呆呆王我们进入境的第一场 好那在首场我们看到的是带着咬住的魔牙彩皮鱼 不过二系招式打烈焰马酸的品伤并没有到非常痛 我们这边能够靠出招去压破他 一下下去对手没有dump 那咬住的蓄能真的非常烂啊 因为我们这边泰山阿底第二下出去的时候 对手是换脚了 并没有跟我们压CMP啊 毕竟蓄能上来说我们这边还是占优势 泰山阿底再次出去 对手切上来是巨精怪 这边算是他切交挡招成功 而我们选择上来是加热地区的呆呆王 但是现在连性有点不太顺利 不过还是持续的打下去了 不知道气量上有没有被对方占得优势啊 那全方玩家这边是挡招 那目前是一顿的劣势 然后用霍布丹琴把这一只巨精怪点掉可能难度比较高啦 所以我们这边是出招了 但应该可以多补几个小招啦 所以没有急到蛮的情况下还是冲浪把对手打掉之后 对手的魔法踩屁再次上来 不过我们这边还是快速的出招冲浪直接出去 对手残血可以直接收掉他 但是他是挡招了 双方平盾 那这边如果挡住的话甚至可以用霍布丹琴把他点掉 但是秋天猫猫玩家并没有这样做 反而是让带来王直接下场了 然后猎马上来 轻轻松松的妖精之风把对手点掉 想象上还不错 而对手的作为角色是巫贼王上来 那这场是要结束了 巫贼王本身的属性是恶系的 所以我们沙埃朵沙娇直接点穿他 那沙埃朵的角色有玩家在问说要不要开二级 但认为可开可不开 如果你真的要开二级的话可能会选择同步干扰 同步干扰的能量上稍微低了一点点 但是说实在跟爱影球的差别就差一个沙娇的气量了 好那对手的巫贼王最后来一个欺诈 打不死我们沙埃朵我们就获胜了 巫贼王确实在超能力杯很强啦 不过沙埃朵本身的沙娇刚好打他 所以他遇到沙埃朵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办法 好我们就下一场这场看到雷秋 昨天也有看到雷秋精彩的表现 那他在手之的话论出招速度啊 列马是占得优势的 不过论伤害量当然雷秋是比较强 那我们这边率先的使用一个泰神阿底出去 泰神阿底下去之后雷秋挡招 通常雷秋是要挤到两个疯狂福特去出击 不过翠帽王家第二下的招式是直接泰神阿底出去 着急脚急的枪杀还没好 所以对方此时是绝对不会挡招的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雷秋 目前我们的翔上剩一半 他一个雷烈拳应该能够收掉 所以他并没有选择疯狂福特 这边管是直接下去的 对手用一盾换下顺位 而这边我们带戴王上来 可以开盾 然后用后不担心把对手点掉 枪杀也非常不错 来压制后面的对手 那超能力杯的话 一定都有超能力气 我们的暗影球势必的 除非遇到乌贼网 不然对手是完全吃不下去的 好对手的雷秋再次出招 同样的是雷电拳出来了 目前就没有盾了 而对手的第二个角色是沙赖朵上来了 此时的话选择冲浪出去 并没有选择暗影球 冲浪下去的话 对手其实坦度不好也是会中伤 或不单行可以受掉的 那这边的话中途换角 保留着带带王 选择沙赖朵来一个竞相对决 对方来不及出招被我们点下去了 而对手最后是角色 同样是妖精跟超能力气的烈焰马 那这边对手是直接用他的小招 把我们的沙赖朵点下去了 但是最终他并没有使用太沙赖朵 反正这边我们是率先出招了 那如果模拟的话 可以知道攻击力是烈焰马获胜 他应该可以使用太沙赖朵直接把带带王给打下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出招 可能想说太沙赖朵的沙赖量不太够 想用超级角级但是能量上也不太够 所以这边算是惊险获胜了 好我们就用下一场 这边的话是烈焰马惊枪对决 那在昨天影片中我们能够感受出烈焰马确实是蛮强的 在超能力杯 主要是试下一招的泰山的点 加上超级角级的威吓性 让这个角色确实有点难处理 那他能够上场一大部分的原因在于超能力杯钢细事比较少 不然依照他的招式打钢都减伤 在普通的赛事中出场机率也是比较低 所以算这一支特殊赛事能够使用的强力角色 好对手实施换脚了换上了呆壳兽上来 那这影片是社群日之后了 这个呆壳兽肯定是有带冲浪的 不知道第二招会配什么 不过第二招不管配什么打我们的呆呆网都是减伤 他一定会直接选择冲浪 那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下 不过获不担心 这边在小招部分我们是占优势的 毕竟获不担心能够打超能嘛 好冲浪出去对手的呆壳兽也是没挡招 到目前的血量能够再吃他一个冲浪完全没有问题 反正这边我们的呆呆网是略胜一点点 冲浪吃到 获不担心再多补几个 冲浪再次下去 稳稳的拿下风向 好那不知道对手是否会再切连马上来 我们的盾还有一个 而且可以让萨埃朵避开呆可兽还算是不错 那这个列马一上来之后竟然选择超级绞急 没选择泰萨兽感觉是失误啊 因为照目前对方的血量 泰萨兽就可以轻松拿下了 好那快速的使用了萨埃朵上来 不过对手也切脚了选择巫贼王上来自杀了 巫贼王我们刚好看到他一个招式是打不下萨埃朵的 那这边就不挡招 留着盾去挡烈焰马的招式 不过这边也是喷血了 想要上升一点点 但是对手的烈焰马上来 然后...哇这个 要进什么时候把我们点下去了 不过没关系 好且我们烈焰马一上来之后快速的出招 对手急不到两个招式 反而被我们泰沙丁给直接打下去了 只能说萨埃朵的撒娇的蓄能真的太差了 他的那个大招能量上需求那么高 是很难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出招空间 好我们就用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巫贼王 巫贼王打烈焰马 这边我们能够靠出招速度去压制 所以就看对手是否会换脚了 巫贼王的话 这边出招是欺诈出来 三亮普普 那我们一个超级小级可以直接把对方打到爆炸 我并没有这样做 选择泰沙丁稳扎稳打 看能不能够骗个盾 一下下去对手没挡招 好接下来的话 在对手输到之前我们快速的使用泰沙丁 不论是选招超级小级或泰沙丁都有同样的效果 只是超级小级有风险就在于对手有可能会开盾打 相对的你耗的能量是比较多的 好那对手的第二个角色是青铜钟上来 同样是钢跟超能 跟巨星怪是相同 那青铜钟的话我们使用超级小级至少平伤打击 一下下去对手也是得中伤 然后我们的烈焰码下场了 呆呆往上来了 而对手的角色是萨奈朵 那这边吹猫猫玩家是稍微的耗损一下对手萨奈朵的血量 然后用萨焦把对手点下去 他来不及处找这边操作算是不错 然后最后看到青铜钟 其实对方也没辙啦 因为我们用萨焦把他点死了 所以这场在双方没有开盾的情况下获胜 刚刚那一个细节上的操作啊 让对手的萨奈朵几乎是没有太多用处 好了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的再次是烈焰马的镜像对决 烈焰马的话 今天全方玩家选的体质 并不是攻低体防高 看起来是随便一个体质就上场啦 不过这样也有点啦 就是镜像对决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压CMP一定能够获胜 那这场的话是直接选择超级角级出去 完全没有在演戏 那这一下下去之后 对手的烈焰马是挡招了 这边能量上是处于一个劣势 其实是能够太神阿滴联发啦 毕竟你的攻击是获胜的 想必的CMP是绝对不会输的 反正这边超级角级 让自己的能量上那么低 处于一个劣势的状况 好那太神阿滴出去 对手的烈焰马也是残血 不过因为我们耗掉超级角级的气量 导致对方的触招 所以对手稳稳的拉住了风向 太神阿滴出来我们下场了 目前双方各身一顿 然后我们可以切角色伤害少的练功 那这边选择的是呆呆王上来了 那这边选择呆呆王不是特别好啊 因为呆呆王用霍不战情把它点掉难度非常高啊 反正让对手都出了一招 这边呆呆王势必得扛一下 如果选择伤害朵的话 应该是不需要扛这伤害量啦 好终究把对手的烈焰马吃下去了 而对手的第一只角色上来的是萨埃朵 萨埃朵拿来打呆呆王 感觉是有点辛苦啊 毕竟我们本身毒戏嘛 能够抗他的撒娇啊 而且冲浪的出招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那全貌玩家是冲浪连发 那这一下下去之后 对手的萨埃朵残血活着 而中途是让萨埃朵上来想要直接收拾掉对方 但是对手换脚了 青铜钟此时上来 那这青铜钟带的小招是初期一级啊 所以他的出招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们开盾把他挡下来 暗影球能够打到 所以最终萨埃朵还是有办法来一个镜像对决 就会获胜了 OK 暗影球直接出去 其实刚刚烈焰马那边 两个沙角点掉之后 其实后面的角色 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抗和我们萨埃朵 凌多他来一个镜像对决 但是我们可以切我们的呆呆王 最后对手会切青铜钟 其实还是能够获胜 OK 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的话是匹克提尼 匹克提尼对上我们的烈马 这边对手是占优势的 毕竟火系本身能够抗妖精系的小招 好 那这边挤到了两个泰沙塔点的气量 并没有选择超级角击 那选择超级角击的话 想必的对方是有机会开盾的 毕竟平常打击 那对手匹克提尼以防万一挡个招式之后 我们这边快速的再来补你一个超级角击 出招数据我们真是占优势 超级角击下去 对手匹克提尼直接开两招了 阿索索开两盾了 那他这边是切齐的情况下 B勒雁要出来了 可以帮玩家直接放弃的烈马 然后选择呆呆王上来 对手匹克提尼下场 把防御下降的状况给取消 青虫中迟时面对到呆呆王 然后这边有盾上的优势 还是很快速的使用暗影球直接出去 应该是可以集到两发啦 不过一下暗影球竟然没收掉到青虫中 青虫中的坦度真的蛮好的 那这边开盾把他挡下来 让呆呆王可以再稍微的拢一下 精神冲击出来 对手作为角色是烈马 那这场可能就是呆呆王要直接一打三啦 不过对方的匹克提尼的气量看起来 应该至少有一个毕勒雁啦 所以留盾了 然后中途是让萨奈朵上来 面对到对方的烈马 依照萨奈朵的坦度 扛一个泰山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手的泰山顶出来 没办法收拾掉萨奈朵 接下来我们沙娇直接点爆 最后匹克提尼上来 而这边的话 他想靠他的电光玉闪直接收掉萨奈朵了 但是很可惜的 我们的呆呆王 西洋上是满的 所以一上来补他一个冲浪 游戏就结束了 诶没有 这边残血了 其实是可以直接用暗影球啦 这边冲浪有点太多余了 毕竟虽然是水达 没错 但是匹克提尼终究是超能力气啦 幽灵气直接一下下去 伤害量会比较高一点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那这一场首发的对手 同样的是呆呆王 好呆呆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打啊 对方的小招占优势 不过我们能够靠出招去压迫 所以不见得是弱势 那这一场的话很真诚的 选择超越角力直接出去 对手呆呆王 这边是没有挡招 但是呆呆王的坦度看起来还不错 吃到一个招式不至于倒下 而他这边出招了 此时选择开盾 把对手招式挡下来 对手是高伤害高能量的暗影球 好那我们一个泰山底 就能够收掉对手 用一盾换下顺悟 还算不错 对手呆呆王 这边是印保了 看起来还会再K一个招式出来 不过很可惜的 烈焰马出招数就是快啊 超级角力就达到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就更有操作的弹性了 对手是直接印开两盾了 好这边烈焰马就可以直接给他了 并对手的呆呆王想象上也剩那么少了 没办法做太多事情 然后我们的呆呆王可以上来练功 不过对手换脚了 选择是磨牙彩皮羽 磨牙彩皮羽的招式 已咬住的话 出招数非常慢 所以他完全没有做到太多事情 暗影球直接下去收掉 对手的节奏上掌握得不是很好 而且他把盾全部耗掉之后 呆呆王就没有对手了 好他最后角色是克雷瑟亚上来了 克雷瑟亚这时候上来有点尴尬的是 他换脚时间还没到 所以我们暗影球一定能够打到他 相对的 这边对手的克雷瑟亚 能不能够扛住暗影球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吃掉了对手的克雷瑟亚 一个招式之后还在场上 把盾留给上奈多 不过克雷的坦度真的非常好嘛 一下大影球下去顶多就一半了 不过自从获得冲浪之后的呆呆王 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个冲浪再补你一下 就你残血之后 上来躲上来 本来打算杀娇这把点掉 但是对手呆呆王直接上来送头了 最后克雷瑟亚终究是吃到杀娇獲胜了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咯 是哦 这个色尾版本 不过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好像他的粉红色变得比较深而已 然后他看到联马之后中途 是下一个进向对决了 所以此时出招速度慢我们一拍 我们是很真诚的 直接超级角级出去了 不过前几场有看到 超级角级如果被对手挡到的话 对方会变成一个顺风啊 好对手又挡了超级角级了 那这边你不挡也没办法 因为不挡会直接下场 所以还是逼得给太盾了 所以其实在进向对决的情况下 大多数的玩家还是会选择泰山的地 有机会骗到 顺便能够在气氧上占得优势啊 而第二下 剑弹超级角级直接吃到 哇 直接下场了 那这边的话 选择三爱朵上来 然后中途 呆呆王上来想要一个切脚挡招 但是没挡到 对手是稍微放个招式 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超级角级 平常打击 三爱量看起来还算不错 至少打到一半 呆呆王的坦度 还是能够令人放心的 不过对手的呆呆王在第一支 还是存在着 他能够留着去打三爱朵 所以他选择作为角色是巫贼王上来 毕竟巫贼王很难打三爱朵 那呆呆王的话 只能选择冲浪快速的出击 不过暗影球再打二细酸减伤 打超级力气是增伤 所以如果选暗影球的话 也是平常出击 那两个招式对于这个呆呆王来说 都没有属修啦 所以可能伤害量就是欠佳一点点 那对手此时没盾了 呆呆王准备下场 留盾给萨奈朵 萨奈朵能够一打二吗 等于是说那一只呆呆王 得用两个招式来打萨奈朵 毕竟这边屋贼王 哦!这边竟然铲血出大招了 他直接下去了 这下可以说非常关键啦 因为他的欺诈能够逼到我们开盾 接下来就要比出招速度到底谁快了 呆呆王面对到萨奈朵 这边的话暗影球插一下 刚刚好切齐出招 呆呆王其实坦度不错 所以攻击相对是比较弱的 所以萨奈朵靠着攻击力 优先出招 最终拿下的作为场胜利了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目前在社群日之后 呆呆王家族们全部的人都会用冲浪啦 所以好像在出招速度 已经不像是以前那样破绽摆出了 然而也因为他们本身的属性 以及招式都有所不同 相对的在不同的赛事里 他们都有机会登场 让他在社群日之后 可能会变成频繁出没的角色 也因此如果你喜欢呆呆兽家族的话 不妨可以在对战中尝试看看 最后的话我们要再次感谢 秋雨猫猫猫玩家 提供精彩对战影片 给玩家们当做参考咯 如果你喜欢他的影片的话 不妨可以到他的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跟分享咯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